大盘今天放量下跌 而且又成交量破万亿了 那加上前两天 这连续三天成交量破万亿 同时收出来三根下领线 都挺长的 就这么一个三阴线 这叫啥 这不就是三只乌鸦吗 难道大盘这个位置见顶了吗 那涨高放量 这个位置要不要逃 好我们看一下细节啊 今天盘面呢是冲高回落 到下午的时候 探底回升 日内做出这么大一个过山车 收出来这样一个叫仿锤线 就是上下影线非常长 同时今天破了石线 那位说了帮主啊 要破了石线 我们是不是该跑了 有很多东西 昨天前天都该跑了 那今天的东西 现在大盘权重股 今天是护盘的情况下 还收出来勉勉强强 离石线比较近 这代表啥 能不能代表三只乌鸦之后 要出现跳水 那下方的支撑是啥呀 下方的支撑这不又到二十线了吗 那位说 哎呀是啊 大盘用了这么多天的横盘 终于等来了二十线 快到了 那到了二十线之后 大盘是不是又像这一样 看等了这么多天 来到了十线 然后搭个十线边直接上涨 就像这儿 这不也等来了十线 然后到了十线上涨吗 那这儿能不能等来二十线之后 出现全面上涨呢 这个位置能不能全线全面上涨 我们先不说 但最起码市场上 就今天的这一根线锤线就值得商榷 因为上下影线这么长 哪有这样的走法呀 同时日内波动这么大 冲高回落 探底回升 这不就是一个大型的过山车线锤线 这种情况就是市场本身分歧就够大了 你看前两天上涨比较多的 今天呢 基本上都出现了回调 你看飞行汽车跌了还这么多 尤其是近期 还有这些索拉呀 这些东西原本都不错的东西 今天跌了这么多 包括互联网类的 还有这个云游戏 你看他们原来涨的都不错呀 而今天上涨的东西不一样 你看前两天呢 走的比较一般的 你看这些东西 这不都是都给他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涨幅吗 像今天受消息刺激的拆车 这不是横盘震荡 今天出现了冲高回落 还有这个 这些相对的稀缺资源 就这些东西呢 这不又创了新高吗 还有一些东西 就像有色 前期呢 都已经出现一定的回调 但是我说的重点是 这些天走的比较低迷的 你像这个石油啊 还有金融啊 就这些家伙们 都开始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走法 今天走的最奇葩就是 这个石油 冲高回落 那石油是啥呀 这不是经过回调了 现在回调到二十线了吗 再来看就是银行 880 471 银行走的是最大块 跌破了五日线 该跑的没跑 结果呢 横盘震荡了这么多天 终于下来了 下来的时候 今天出现不一样的走法 看 原本都已经破位的东西 今天出现了冲高回落 那明显的是这些大金融 那明显的是这些大金融 尤其是这个咱们880 310 石油在护盘 那么石油之所以下跌之后还能上涨 这个是得益于外盘 外盘呢 石油这不都涨了吗 石油都快到80美元了 又涨了2% 所以今天能上来 如果夜间 假如隔夜外盘 要是石油再跌了呢 那是不是石油又开始下来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 像它们出来护盘 对大盘呢 有一定的好处 但它们同时对大盘 就明天的走势 也会起到不一样的 你比方说 明天它要再跌了 大盘是不是又跟着溜的下来了 那今天大盘可出现了这样的 光是大盘骨在这 刚开始在护盘 后来时候 大盘骨这不都已经出现了下跌了吗 这种下跌 把小盘骨打得更深了 小盘骨是最近这些天 一直长得好的 你看 过去连续6天 小盘骨都长得不错 那现在呢 小盘骨突然出现了回调 也就是今天小盘骨率先回调的 那明天小盘骨如果继续回调呢 如果伴随着大盘骨在这块 出现的就这样的下跌 那大盘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又没有地方去了 我指的这个位置会不会出现 大幅的下扣 如果大幅的向下一走 那直接就到20线了 如果打到20线 别看就这么近 但是个股在这个位置会受伤很多 那个股如果真的受伤很多 而我们散户呢 买的手里头多数又都是小盘骨 小盘骨往往比大盘骨跌得多 因为大盘骨在这是比较扛跌的 就像今天 别看大盘出现这样的走法 但是人家大盘骨这不也在提力的护盘吗 880471都出现了这样的下跌之后的止跌迹象 那这种东西如果明天继续下跌 是不是又不好办了 还有这个880310 这不是石油吗 下跌之后它出现了反弹 如果明天要是伴随着外盘石油的下跌 它再下来怎么办呢 另外更主要的就是我们中概股 前天的时候中概股自己就大涨了将近4% 这已经够多了 而且在之前呢又上涨 中概股可涨了不少 但是中概股它们会有传导效应 一旦今天晚间中概股要是出现下跌 那咱们大盘是不是也会跟着往下溜达压 因此有多方面因素已经预示着大盘仔这个位置 要十分小心 首先三乌鸦 这个三乌鸦那又是一个建了高的 建了高之后这个位置三乌鸦还是放量 成交量连续三天破万亿 那我们小盘股呢 小盘股在这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走法 就是连续六七天小盘股接连的上涨 你看这六七天当中 这不都是小盘股在涨吗 小盘股在涨之后呢 现在出现了回调 黄颜色线是小盘股 你看小盘股原来涨的多高啊 大盘股在下面 就包括今天这个小盘股出现了这种回调 这都不是偶然的 就是证明它前些天 你看小盘股涨小盘股涨小盘股 小盘股连续上涨了多少天 就包括这一天 我们数一数都连续上涨这么多天 所以说小盘股这个位置 一旦要是出现回调 大盘股要是再不出现护盘 是不是那么上涨指数 也就是我们现在各大指数 都会出现下落 真的出现下跌的话 二十日线能不能支住啊 如果二十日线支不住 那大盘这个位置可没有支撑了 那直接就跑到下面这来了 所以说这呢 在上方高位 而且多指数多周期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 小顶形态的时候 这不就是顶分形 今天再走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就出现 一个大型的顶背离了 那一把二十分钟线 这个位置可是出现了一个 不小的就顶部结构啊 真的是这样了 所以说我们要认真关注 自己手里的品种 这才是王道 假如你别看大盘今天啊 北上资金又净流入了六十二个亿 还有大盘群众指标股今天还出现了护盘 但是这个里面的分化这么严重 为什么这么严重 还走出一个长长的 就这样的大的纺锤线 这都要我们提醒 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位置千万不要盲目 那么明天关键看 十日线能不能收回 周四是黑了 那周五如果再次下跌的话 那本周那真是前高后低 就是周一涨了一天 剩下这几天都跌了 那证明什么 那是不是周线上就结束了四连羊 这不是四连羊吗 这两会也开完了 那两会开完了 如果他真的要是下跌的话 那跟以往可不一样 以往是什么样 就是会议期间不涨 而我们这个会议期间涨了 那会议过后呢 以往的时候是70%的概率 会议之后上涨 那么会不会我们会议期间上涨 透支了大盘的力度 那之后会出现下跌呢 所以说明天这个位置 能不能站稳 能不能站上去实现 显得尤为关键 如果再次下跌的话 那很显然是一个调整的 这就是一个信号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大盘在这个位置 明天就进入到一个关键节点 我明天早间还有早播报 会把隔夜外盘的走势 尤其是我们中概股的表现 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更主要的 我会把咱们三点半以后 到明天六点半之前 很多消息梳理好 用早播报一起分享给大家 你听了这个 就可以省上四五个小时 看盘和整理的时间 好 明天早播报 见 明天早播报